主要是讲给你听 就是你刚刚问我的问题 为什么要免金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靠自己本身的力量 能不能赞赏自己 很简单 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 看看都很好 如果明天这里痛了 突然之间去医院化验 化出来是癌症 你有什么办法把它制止吗 没有 你的孩子好好的 我见了一个人 他在北京 他的孩子到法国去读书 晚上这个小女孩说 我们去玩一个叫灵界的游戏 就是跟鬼打交道的 结果就在那里 俱乐部里去玩玩玩玩 这个小女孩从此就是个神经病 你想想看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把它变成不是神经病 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 自古以来 神经病看得好看不好 如果医院能够看好神经病的话 那我告诉你这就奇怪了 因为人的身体有两种病 一种是肉体的病 还有一种是灵性的病 所以现在人很多生病 是由灵魂影响的身体 因为心里想不开 想不通 明白吗 因为你们很多事情 都想不通 所以慢慢慢慢 太想给你们提一个要求啊 你们今天来了 你们稍微不要 太冷了 太冷了是吧 太冷了要么换个位置吧 换个位置 给他们换个位置 那往后面换换 好吗 对的对的 好 你们你们你们坐到前面了 好 老先生 因为因为一个人 当一个人吧 比方说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会影响情绪 就是心情不好了 实际上就是灵魂的灵魂 那么当一个人心里想不通的时候 实际上呢 就会影响他的身体 烦恼 苦闷 忧伤 你说身体会不会好 自古以来 肠子不好的人 都是忧伤 所以说叫肝肠寸断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林黛玉生什么病 忧郁症 过去不知道 到后来就是这么死 你想想看 生病是怎么来的 吃着死人吗 三国演义里边 终于不是被诸葛亮气死了吗 人不能生气啊 一生气毛病都来了 你同意不同意 我同意 所以既然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会寻找一种 能够帮助我们 有一种 spacial power的东西 能够来帮助我们解决 这是很正常的吧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人在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呢 就会承受学到 哎呀会不会有一种东西 这么灵 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类更奇迹产生 好了 找到菩萨了 那么菩萨的原则是什么呢 菩萨的原则就叫人家读书 就像你要考入大学一样 你要读书啊 你读书你才会好啊 有出息啊 那么读什么书啊 就去念经了 那么念经就这么了 明白了 把现在好啊 如果我们念经真的能够达到你心灵上的空境 这是我觉得我应该做的 好 我其实 当然我希望我身体很好 但是我 我不知道念经是不是会 一定是为了治自己的病 但是我觉得我想念经 为什么迟迟我没有开始念 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念经 能够真正让我脱离红尘 能够让我心静 好 这个脱离红尘并不是说 我就没有家庭生活 没有朋友 对吧 但是我只是让自己的心中静起来 你这个实际上非常正确 实际上一个人学佛 并不是叫你把朋友就没有 如果炉台长学佛学得最好了 我没有你们这种一些朋友 我不开心了 我至少菩萨说 你朋友修得越好 你要朋友越多 这叫度有缘之人 对不对呀 你想想看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 他有求必应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讲那句话给你听 你呢 先要试试看 照说的这句话是对菩萨不真正 但是给你的是特别的 谢谢 你先念念看 会不会念 那你再跟台长讲 因为你现在没有念 我们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对不对 你如果念过了之后 没好 那你就不要理我了 你就不要念了 如果你念了 好了 那你以后呢 不但要帮助台长 去告诉人家 而且以你自己本身的德性 因为你这个人前世有修 谢谢台长 你更要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因为好的东西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跟大家去分享 如果我能开人见经的话 我希望拜您没事 我会弘扬 会帮助你 好 我告诉你 台长刚刚最后 给他施了点法力 所以呢 他开始今还没念 他已经想败台长回事了 而且要帮助台长弘扬 这个不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 我告诉你 这个老金人有救头没问题 考试通过 我也不收钱 我也不收钱 他也不出钱 好了好了 谢谢谢谢 好 大家再勾勾讲 谢谢老先生 哎呀多好的老人家 真的人实际上 大家活在一起 大家都不知道 实际上人跟人在一起 就是靠头气场 大家都很开心 有什么不好 每个人都好了 大家都好 不要去 你看着他不好 我开心 看着他好了 我难受 那你傻不傻的 人家好了 你更好 好 好